好 各位好 我是Tim 欢迎收看本情绪飓风 特效在电影发展始终 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大家对于特效拍摄 印象最深的一个道具 就是绿幕 那在今天 就你不需要大制作 你只需要在家里 有一台相机 机盏灯 一个绿幕 你就能够把自己合身 到各种奇怪的场景之中 但是很多朋友通常 会扣绿幕的时候 遇到各种阻碍 因为需要的道具 虽然简单 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 技巧藏在其中 所以想要解决这些问题 我觉得了解绿幕的历史 就非常重要 然后你才能理解 怎么样抠出一个 干净的绿幕背景 所以OK 我们开始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一点 就是电影的本质 就是对视觉的一种欺骗 我们在之前的科普中也讲过 就是电影制作的人 一直想方设法 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 给观众们展示 平时无法的现实中 见到的效果 所以早在1898年 一位女的法国特效师 乔治·梅里艾 George Miliez 就利用遮罩与多重曝光技术 拍摄出了第一个特效短片 当时梅里艾通过黑色的玻璃 或者是挡板 使得胶片上特定的部位 不被曝光 然后拍完一条以后 再将胶片给倒回去 对着刚才遮挡住的地方 再重新曝光 这样就可以将不同的画面 合成在同一个画面中了 这个短片中所应用到的 拍摄技术也就是现在 绿木合成技术的起源 而之后到了1910年代 又出现了一种新的 玻璃遮罩的扣向逻辑 就将想要拍摄的元素 事先画在玻璃上 然后把玻璃遮罩 放在摄影机和背摄物体之间 这个技术是由电影制作人 Norman Dawn发明的 这个技术可以创造出更大的景别 看起来会更加精致 因为可以去画 然后也省去了建造场景的成本 但是遮罩画当然不会完美 它有一个绝对的弊端 就是在摄影机拍摄的时候 必须保证完全的静止不动 不能有丝毫的晃动 并且不能有任何物体 穿过实景和遮罩画的连接处 要不然画面就会穿帮 所以在这之后 电影制作人也开始开动脑筋 用了各种魔改的方案 来实现更高级的画面合成 比如说先曝光胶片的一部分 然后后期再曝光剩下的一部分 这样可以把两个场景 合成到一起 栏目其实也很早就出现了 只不过和现在的抠像原理 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 那之所以是栏目 是因为蓝色与人的肤色差异巨大 最容易抠出来 所以早期栏目最大的问题 其实就是面对头发 或者是烟雾 这些具有细密细节的东西的时候 抠像效果都不理想 在这之后 也有一段时间 电影人用了特殊的纳其灯 只发出一种特殊波长的光 把演员的背景给打亮 这就是传说中的黄木口像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 你现在可以和他们去科普了 你需要准备一个特殊的棱镜 放在摄影机前面 这个棱镜很特别 是一个很特殊的涂料 会单独把这个 打亮背景纳其灯的灯光 这个特殊的频段 反射到一个特殊的黑白胶片上 另外的光 则都会打在普通的彩色胶片上 那这样的话 逻辑上你就有了一个黑白的 实施抠像的折照 可以说是天才的方案 在发明计算机之前就可以实现了 只不过这个方案成本巨高 那有一个有意思的冷知识就是 这个技术当时只有一个品牌的摄影机 可以实现 各位可以猜一猜是什么公司 打在公屏上 我们来个五讲精彩 所以5 4 3 2 1 这家公司就是迪士尼 非常神奇 所以随着胶片的没落 数字时代到来 制作遮罩也就成了电脑中的一个数学问题了 通过软件处理之后 就可以将背景颜色变为透明的 那么熟知的绿幕总算是登上了舞台 那为什么是绿色呢 那主要其实是五个原因 第一点就是绿色比蓝色更容易照亮 因此降低了灯光的成本 第二是绿色在电子显示屏上更亮 更容易抠 第三 绿色在室外也可以正常使用 因为蓝幕和天空的颜色相近 容易把天也给抠了 那第四就是绿色相较于蓝色 不太会出现在人物的形象中 人的眼睛也更少有绿色的眼睛 那第五非常重要 就现在数码相机的传感器 大多采用的是Beyer阵列 那在Beyer阵列中 绿色像素的数量是红色或者蓝色的两倍 这样就会使得摄影机对于绿色更加敏感 从而在后期制作遮罩的时候 能够更加精准 那至于Beyer阵列这方面的科普 以后我们可以来讲 所以讲了这么多历史 是不是逻辑上只要有了一个绿色的布来做背景 人在前面表演 然后用相机拍下来 就可以后期轻松地进行抠像 或者是遮罩制作了 嗯 现实的铁城是会教你做人的 在不打灯 不做任何处理的情况下 绿幕抠出来一般都会非常感人 那这里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使用绿幕的一些重要技巧 首先第一点 电脑是非常愚蠢的 理论上绿幕最理想的状态 就是除了你拍摄的物体 别的背景都是一个纯的绿色 所以在你实拍的时候 你也需要尽可能向这个方向靠近 保证背面的颜色是一个完全纯净的一种颜色 那任何绿幕的阴影都会影响到抠像 因为它会增加这个阴影 改变它的明度值 变成不一样的颜色 所以说你的绿幕首先要平 最好是可以熨烫的材质 不然熨烫产生的褶皱 它的那些阴影会非常难以扣除 那第二点就是 当你架好绿幕之后 很多朋友会急着打光 千万不要急 你要先确定人物的站位 因为绿幕的反射性较高 被打亮之后反射出绿色的光线 人物的边缘会被绿幕照亮而发绿 就变成一个小绿人 后机会非常难以清除 那靠近绿幕太多 你的阴影也会让软件来懵逼 所以说通常距离绿幕 两到三米以上是一个基本 那你能离得越远 那自然是越好 那空间实在有限的话 也可以尝试在不遮挡的画面的情况下 在人物与绿幕之间架设一些黑布 来降低绿幕的光污染 那画面也会看起来更加纯净一些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打光了 但是要记住 通常你应该先打亮你拍摄的演员 然后再来打亮绿幕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说你先把绿幕打好了 再来打演员 很有可能演员的光会建设到绿幕上 再次影响扣相的效果 整张绿幕上的光 一定要打得很均匀 这个很重要 你可以通过柔光箱 来保证灯光发生的较为均匀 那如果说你条件有限 你也可以用一些基本的柔光道具 比如说柔光莲等等 这些来实现一个柔光的效果 那灯光技巧方面 我们会在以后的科普里面来讲解 想看的朋友 请把灯等等等等 打在公屏上 通常我会建议各位在打好光之后 打开相机的直方图 或者是试播器 来看一看是不是整个画面的绿色 接近一条直线 如果说明显有个弯曲 那说明有的地方太暗 或者是太亮 那你都需要调整你的灯光 等到分布均匀之后 再开拍 那白平衡当然也很重要 就是绿幕的拍摄 你需要确保白平衡没有跑片太多 不然也会影响到扣向的效果 那进阶的知识当然也有 比如说为什么有时候 你会见到好莱坞用栏目 而不是绿幕 那第一是因为片中有绿色的人物 或者服装 这个很常见 不然人就被扣唇唇膏了 那第二点是因为蓝色的反射率 要比绿色要低很多 如果说画面物体就要为反光 比如说那些头盔会反光头盔等等 那绿幕会受到影响就会很大 那栏目可以适当地缓解这个问题 第三个原因就是你需要考虑到实际合成的场景 比如说你要合成一个森林的环境 那绿幕可能就会更好 因为它建设出的光 难免会对人物有些影响 但是你的场景本来合成的就是绿的 所以就很合适 那栏目也是一样 如果说你拍摄夜景 或者最终要合成一个蓝色背景的画面 那栏目自然会是更加好的一个选择 当一切都架绍好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开始使用相机进行录制了 那你需要确保相机正确曝光 也尽量去使用能够记录的更高色深 还有色度采样的模式 来记录绿幕的画面 这个可以看我们之前的色深 黑色的采样的科普 拍摄更高贵贵的视频 会提高后期软件扣向的精准度 那同时为了避免运动模糊 引发劣质的这些扣向 你的相机也应该尽量使用高速的快门 这样扣向会干净很多 那这些都是技巧 那当你做完这些步骤之后 如果至少你放在软件里面进行后期扣向 基本上就是一键的操作 使用After Effects 或达芬奇 或者别的任何合成软件 都可以非常简单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更换不同的背景了 那当然合成又是一个大坑 又会有很多新的理论冒出来 比如说有朋友会经常见到 那个好莱坞的电影里面 有这些绿幕贴小的十字 那这是为了后期合成 运算睡上机位置而做的 和绿幕本身的关系不是很大 那我过去在合成这个坑里面躺了好几年 就差没有淹死了 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可以 以后再说 以后 随着现在大量运用抠像 或者CGI技术制作的科幻电影的出现 那有些声音会说 电影应该回归到 原本简单真实的制作形式 但是我觉得不大可能 电影从它诞生之初 就是给观众展现出 与众不同的画面 特效本身没有罪 它是许多人上百年 劳动耕耘的捷径 这么好的工具 为什么不用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看你把它用在哪里 起到了什么效果 这是值得我们所有人来思考的 所以说希望这期视频 对大家有些帮助 如果是觉得有趣 请务必三连点赞 收藏 投币 如果说没有关注的话 请关注我们 这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感谢各位 大宝们 下次再见 by bwd6